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跟儿子养老都有半年了 怎么会因为一个电话回老家呢 要是你的话会不会选择回老家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吧 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例 能够让所有的老人注意 有的时候有的事情 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己负责 要是我们都不对自己负责的话 谁对我们自己负责 我们自己负责呢 怎么这么说呢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 不要等到最后了 才知道要对自己负责 等到最后的时候晚了 看看吧 跟儿子养老半年后 晚上听见儿子打电话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回老家 案例故事分享人 其实四岁的苏大爷 很多人都说我 不应该说这个事情出来的 这样子的话 别人会说我的孩子不好 我想说的是不好就不好 关我什么事啊 要不是他们这样对待我的话 我会这样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吗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 让大家注意 千万不要被儿子的表面欺骗 很多时候 他们表面上孝顺的那些都是假的 那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对你好 孝顺你都是有目的的 更不要觉得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子的 你们的孩子也很有可能像我孩子那样子的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 什么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的 为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一切 他们怎么做都可以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这个事情里面 学习到一点道理吧 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不然的话会像我这样子的 我现在都后悔了 我是连夜跑回来的 这个事情应该从半年前说起吧 半年前我儿子让我过去养老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想去的 虽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我觉得我不要去他们那里比较好 我不想去他们那里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能够照顾自己 为什么要去他们那里人 我真的能够照顾自己 就没必要麻烦他们了 等哪天我实在不行了 到那个时候再去也可以啊 现在过去的话只会打扰他们的生活 影响他们的生活 这是我不想去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在老家这边生活了一辈子 已经习惯了 不想去他们那边 老了 去他们那里人生路不熟 学习又慢 去他们那里肯定过得不好 还不如在老家 在老家这边自由 想干嘛就干嘛 我觉得在老家这边挺好的 所以我就不想去 可是我的儿子一定要我过去 我的儿子跟我说 虽然在老家这边挺好的啊 虽然你喜欢在这边 但是你得来我们这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你不来我家 我怎么对你负责呢 不可能说让我天天往老家跑吧 回来一趟多么不容易啊 就算你想让我回来 我都不一定有时间回来 你也知道我工作很忙的 所以想要我回来 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说一句不好听的 万一你出事情了 我都不一定能不能回来 你要是在我身边的话 那就没事的 你要是在我身边的话 我肯定能够对你负责的 所以说还是来我们这里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你一把年纪了 想到不容易 这个年龄也该想我了 来我们那里享福吧 我们照顾你 我们成为你的依靠 养大孩子为的不就是这些吗 第三个原因就是 别人的孩子都给父母养老了 我也是你的孩子 我也想给你养老的 我看着别人一家人在一起 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所以我才想让你过来的 当然我也想跟你住在一起 跟你住一起开心快乐 小时候我就想跟你住在一起的 但是为了生活 我不得不跟你分开而已 现在机会来了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在我们那里我们照顾你 对你负责啊 总好过你一个老人在老家 你一个人在老家不无聊吗 这老家出事情怎么办 有的时候有的事情 我们是真的担心啊 赶紧来我们这里吧 我们会对你负责的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本来我也想拒绝 但是我的孩子都这么说了 我还怎么拒绝呢 就这样子 我同意去我儿子那里养老了 本来以为过来以后会像我儿子说的那样子的 没想到过来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来这里以后我成了他们的保姆 我的儿子跟我说 我们辛苦了一天 你就帮帮忙做事情吧 总不可能说等我们下班再煮饭吧 要是这样的话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还有就是这么久了 难道你不饿吗 你先煮饭 等我们回来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不煮饭的话 等我们来了再煮饭的话 会很久的 我们怕饿着你 所以说还是你有饭吧 还有就是平时你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就帮帮忙做这些家务吧 面对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一个人照顾自己还好 要是让我一个人照顾他们 一家人的话 确实有点为难我 但是没办法 我除了成了他们的保姆 我还得给他们钱花 他们的开销全部都是我给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来这里 是为了什么 当时他们说我过来这里是为了对我负责 可是我来这里以后 我发现是我再对他们负责 是我把一切给他们 在这里什么都是我做的 开车也是我给的 早知道这样困难 我就不应该过来这里的 辛辛苦苦了半年 才慢慢习惯 就在我慢慢接受这一切的时候 我听到我儿子打电话了 那天晚上我睡觉之前喝了不少水 然后晚上老师起床上厕所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子的 我听到了有人在打电话怎么一回事 这么晚了 我儿子怎么还没有睡觉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我儿子说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够让我的父亲把房子卖掉的 把房子卖掉 我们的压力就能够解决了 所以说你没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跟我闹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我会尽快地跟我父亲说这个事情的 反正他在我们这里也住了半年了 已经慢慢习惯了 以后都会在这里住的 然后老房子对于我老父亲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只要他同意把老房子卖掉 那么一切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 所以你就不用再说我这个事情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就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吧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够跟我父亲说这个事情的 他肯定会同意的 为了这个家庭 但是为了他自己的幸福 他能够不同意吗 他有的选择吗 都在我们这里半年了肯定会同意的 所以说你别说我这个问题了 行不行 我也很烦的 我儿子说话以后对面说话了 对面说话以后 我才知道对面是谁 对面是我的儿媳妇 然后我的儿媳妇说 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好 我也不想天天吹你的 我是真的没办法 你也知道我们的压力大的好了 现在我就不跟你说这个事情了 反正你答应我的就要说到做到 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了 而且你的父亲都来这里了 也应该把老房子卖掉了 还有上次你跟我说 你让他把存款还有退休金全部都拿出来了 你有没有按照你说的那样子 有没有把钱都拿出来 马上又到月底了 然后又得交车贷房贷的这些都要钱啊 要是没有你父亲的帮助的话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的 我知道这样子有点为难你 但是为了这个家庭你也只能够这么做 你不这么做的话 谁帮我们这个家庭呢 而且你的父亲都在我们这里住 也应该为这个家庭付出的 他的付出是天经地义的 理所当然的 听到说这句话 我直接就想吐 谁规定了父母付出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这条法律规定吧 我也一把年纪了 我要对我自己负责的 没想到他们还在打我的主意 也难怪前段时间 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问我要钱 幸亏我还没有把退休金给他们 我只是把存款给他们 我每个月都有三千多块钱 差不多四千块钱的退休金的 如果我连退休金都给他们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有退休金的话 最起码还可以回老家 或如果连退休金都没有回老家 该怎么过 而且他们还想把我的老房子卖掉 要是我妥协了 把老房子卖掉了 我该何去何从 有老房子的话 最起码我多一个选择 过得不好的话 可以回老房子那边过 说一句不好听的 哪一天我去世还可以回到老房子那边 要是我把老房子卖掉了 要是我又去世 那我该何去何从 我该去哪里啊 想到这个我就害怕 算了吧 不跟他们过了吧 过了好一会我才从客厅回来 我也想明白了 以后养老这个事情还得靠我自己 他们是靠不住的 他们让我过来养老是有目的的 还不是为了我的钱吗 还不是为了我的一切吗 想明白这一切以后 我就再也不敢跟他们住了 又是我跟他们说我要回去的话 我觉得他们不会同意的 所以我还是偷偷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偷偷回去了 毫不犹豫的回去 想明白这一切以后 我就再也不敢跟他们住了 要是我跟他们说我要回去的话 我觉得他们不会同意的 所以我还是偷偷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偷偷回去了 毫不犹豫的回去了 我不想再跟他们住了 我不想再被他们利用了 现在我还有利用价值 他们就已经这样对待我了 就是哪一天我把一切给出来了 房子也卖掉了 到时候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们会怎么对待我呢 也许你们觉得我这样说话 很直接或者说很无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现实 不要觉得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的 你们的孩子也差不多的 他们给你养老 或者说他们对你好也是有目的的 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一切 把一切给他们了 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希望通过这个案例 能够让所有的老人对自己负责吧 不要跟他们养老 或者说不要把自己的一切给他们 否则等待你的肯定是后悔 确实如此 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也一样的 你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要是我们都不对我们自己负责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对你负责的 哪怕是你的亲生孩子 也不会对你负责的 因为你的不对你自己负责 他们怎么可能会对你负责呢 还有就是当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 哪怕是亲生孩子也不会管你的 这个世界很现实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这样的事情吧 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一定要留住自己的利用价值 不要等到失去一切了 到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我太冤极了